那次交通事故来说 就是脸部受伤 现在导致脸上就是流一道疤 哪儿啊 姑娘 没看出来啊 可能今天就是下巴上有一道疤 哪儿啊 下巴这边 真看不出来 没事儿 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内心比较自卑 就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灰姑娘一样 后来当时也主动放弃了一段 比较刻骨铭心的感情 也就是初恋 然后感觉那时候 就自己就是生活就是灰色的 自己比较看中的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人生比较低谷 那时候就希望宣泄一下 然后在网上想寻求一个宣泄方式 当时就认识她了 她都像一束阳光一样 就觉得她这个人也挺好的 她就跟我讲述她的心理 把我当成她的亲属对象 我当时我就对她产生了好奇 然后我就主动地 想约她出来见面 在第一次见完面之后 我才得知她刚才讲的那两件事情 当我知道之后我心疼 我对她真是更加的钦佩欣赏 就是打心里就像喜欢上了 然后在后面的几次见面当中 我发现她穿的是黑色的裙子 不止一次 我就觉得显得不像是她这个年龄 那种散发出来的朝气蓬勃 所以我就想送她一件纯白色的裙子 她在我心里就像白色裙子一样的 纯洁 美丽 这是你为她做的事情是吗 还有别的吗 我感觉她能带给我动力 她喜欢积极向上 乐观的男孩 我当时我四级过了 我要请她吃饭 她很惊讶 英语四级 对 然后她说 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干嘛要请我吃饭 其实我的学校 我学的这个专业 英语四级 跟你学位证 毕业证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英语专业不做要求 所以大家都不怎么学习 我抱怀两次都没过 就想为了她我改变一下 我努力证明我自己 我能上进 然后我特别高级想请她吃饭 如果说出于朋友的角度 如果我能给你带去一些正能量 你去考试过 我会很为你高兴 但是说 用这个作为交换条件 让我就是去吃饭 我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 如果我去 更会让对方误会我 对她意思 所以说那天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没有去嘛 她都是那种心情就说 你不去我就要 天天给你订外卖 就天天订 那时候每天我都接到 那个外卖小哥的电话 就天天来订外卖 每天都给你订外卖 对 她订了差不多得有一周多吧 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 她说那这样吧 我说那我当感谢你 我请你吃顿饭吧 然后我就叫她出来了 出来我都说 你这样就是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然后她说行 以后会尊重你 我不会这样的 然后她说的就是挺好的 可是到生活当中 又是另一个样子 比如我上课我发现她在 我去图物馆她也在 老给我制造这样的惊喜 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有她 对 然后当时我身边的很多同学 都觉得我俩是情侣关系 就会这样说吧 我也不想让大家误会我 我说不是 那反而就是越抹越黑 当时我就特别困扰这件事情 我真的就是想多了解你 多关心你 然后多多地照顾你 你总是用你的方式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这是一方面 而且我也觉得你没有必要就是对我这样 因为从一开始她是一个树洞 后来就是把她当作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姑娘我问你 你到底喜不喜欢这男孩 是感动 不是喜欢 那你跟她说过吗 我不会爱上你呢 我不喜欢 说过 那你就一直都在拒绝她是吧 是 但是有一次 她让我比较感动的 就想说要不要给她一次机会 然后那天这样的 那天我就是没有之前跟她透露说 我要干嘛 周末干嘛 她当时想约我出去玩 我当时都拒绝了 后来她知道我要兼职这件事情 当时我大早起的时候 一出宿都见了 只有她一个男生 晚上提个早餐 那天还挺冷 都在那傻傻一直站着 当时我看见她的时候 说不感动是假的 我那时候就是内心 就是挺感动的 看到 但是内心就是比较矛盾 就是有两种力量 一直在顶撞 一别就是觉得 她一个男生为你做这么多 你最起码要给她一次机会 另一种声音呢 就是比较理智的说 我不想谈起感情这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 我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内心还有一点阴脉这样 我不想把负能量带给别人 那你现在走出来了吗 姑娘 现在就是说生活 就是现在就是好起来了 那她行吗 我们后边还发生一些事情 还有事呢 什么事 暑假的时候 有一个周杰伦演唱会 她特别喜欢 我就是暑假做剑子 我拿了那个工资 买了两张 就是我跟她一块去 看周杰伦演唱会 我想她应该会感动会去的 去没去 起初是拒绝的 为什么拒绝 因为我俩没有发展到那一地步 而且我就说 我也知道她都是学生嘛 一下子就是买了两张 两张会的票 然后我就拒绝了 然后拒绝她又一直就说 她多么不容易拿到这两张票 然后我说那有一个前几条件 必须答应了我再去 也就是说咱们必须挨一致 我必须把这个票钱给你 她当时就是态度特别强硬强烈 就是说你不挨一致 我就是不去 我就暂时先答应她 然后就去没去啊 去了 去了之后就发生了一些点 就是小矛盾吧 怎么了 就是在就是在挥手的时候 我的手不小心 就是碰到她的手了 然后我就情不自禁地握住了 然后当时她的反应 特别特别出乎我的意料 我转到她的手的时候 她怕我直接蹬开了 我能感受到她的害怕跟抗拒 你当时为什么把她手给打开啊 当然这样 可能说她刚拉住我手 可能说她无意的吧 但是她并没有松开 然后就也通过她牵我手那一刻 我就感觉就像脑子突然醒了 我眼睛都感觉 这个男孩应该他不是我 就是想和她一起走下去 那个男孩 就那种反应嘛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女孩子 跟她一个喜欢的男生 如果说牵手的话 肯定会害羞 心都会开心吧 当时我都是 我的第一感觉 我没有顾不上想 就第一感觉就是 我想挣脱开 就是特别别扭的那种状态 从来之后 我已经知道我内心想法 我已经给她说清楚 说不可能 就是说也不要让她 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都把该说的话已经说了吧 她就是说非要上节目 这算是最后一次是吧 对 就最后一次的努力 对 我想通过这个节目 然后正式一点 然后最后一次向你表白 真的想照顾你 关心你 希望你能接受 还有我之前送她那个裙子 在我的心 她就像那个裙子一样的 纯洁美丽 你不会告诉我说 这裙子你也带来了吧 我确实真的带来了 就是这条裙子 我真的就是 想把这个裙子 希望你务必收下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 就是接受我也好 拒绝我也好 这个裙子是 真心希望你能收下 可能 这并不完全代表爱意吧 还有出于我对你的祝福 希望你以后就是 生活得更开心 更快乐 做一个坚强的女孩 这真的爱的就是你 我管你对我怎么样 反正我就爱你 爱你爱你 是吧 怎么整啊 曲老师 来来 你说 在女孩没有明确地 回复之前 我倒不建议说 一定要 让人家收下这份礼物 因为首先礼物 代表什么 是心意 你送出去的 一定是你的爱意 但是对方 把你当做什么呢 朋友 恋人 准恋人 好朋友 不知道 至少你现在不知道 我相信呢 女孩心里 有时候知道 有时候不清楚 纠结 爱情的最关键点 是要一定要是相爱 你们过去了这段时间 就是你单恋 他就把你当成 一个倾诉的对象 一个好友 所以女生 你做得好的是说 你清楚地跟他表达过 我们不可能 但做得不好的是说 不够决绝 什么样的是爱 什么样的是被感动 一定要想清楚 好好的其实先问新自问 上一段恋情 你走出来吧 如果你真的没有走出来 那千万不要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让自己尽快地走出来 想清楚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问题就自己就可以解决了 好 谢谢 谢谢缺终 我可以看一下这件白裙子的样式吗 可以 女孩看过这个裙子的款式吗 没有 没有去看 你都没有看是什么样的 你都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样子 是一件小公主一样的裙子是吗 白色的蕾丝的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太懂此刻的她 这件裙子承载了你很多对女孩美好的感受 但此刻的她 你不知道她需要什么 不是完全她接不接受你这件礼物 接不接受你这份心意 而是她此刻接不接受这种状态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分手 我不知道那场车祸究竟改变了什么 但我相信她一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相信你是爱她的 因为你喜欢她以后变得更加的正能量 你努力学习 你努力关爱她 你努力想要照顾她 保护她 对你而言 其实我觉得这场你心中的爱恋 对你是正向的 你可能变得更好更积极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你在当中是有所收获的 但其实回过头来看姑娘啊 你用了好多个词我印象特别深 你说刚见到她 她像一束阳光 我当时心里一动 我说都像阳光了 你还不扑上去吗 我们人类最渴望的就是阳光啊 但是你又说 她对我这么好成为我的负累 所以你内心是多么的纠结 多么的矛盾 又多么的自我封闭 连阳光一样的事物来到我身边 我都不敢接受 虽然你不愿意讲 但我相信你在过往的那段经历中 一定内心哪里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或者说极大的恐慌 就像她用了一个词 说当她牵你的手的时候 她从你眼睛里看到的是害怕 你并不害怕这个人 你害怕美好 因为你曾经拥有 但是丢掉了 即便再看到美好 你都会和分离结合在一起 你觉得也许我的爱 注定就是面对分离 所以再看到阳光 再看到美好的时候 其实她是害怕的 她心里是不安的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难过 出车祸也好 曾经的爱人分手也好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你没有错 姑娘 而我相信善良的你 一定会慢慢走出来 因为如果你不善良 如果你身上没有光 你不会吸引到另一束阳光 你明白吗 其实你是一个小太阳 只是可能在跌跌撞撞中 碰到了一些阴影 但是你的光一定会大过阴暗 迟早 你还会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发光 谢谢 所以我觉得此刻我们都不要慌张 停下追逐的脚步 让姑娘从校园生活啊 从她和同学的陪伴啊 或者是生活中其他的乐趣当中 慢慢走出来 如果你够爱她 给她时间 这段时间不是说我们不联系了 你可以默默地陪伴 像以前一样 去关心她发一些微信 我相信 有你的默默地陪伴 有你的这束光 她会好得更快一点 到那一天 我们再沉下心来看看 彼此是否合适 总之小伙子是完全正向的状态 我很替你高兴 你是一个正能量的状态 也变得更好 姑娘也是在恢复期啊 也是在慢慢走向阳光的过程 所以不要哭泣了 一天总会比一天更美好 明天一定是光明的 加油吧 姑娘好吗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默默老师 问男孩一个问题啊 你今天是来想要表白最后一次 是吧 如果她今天拒绝你呢 我其实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有做好 就是被拒绝的这个准备 不是准备得特别好 但是刚才听前面两位老师都讲了之后 我感觉我应该能放得下吧 毕竟她给我的是积极乐观 让我有了奋斗的努力 有你这句话就好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 不谈论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来说说让我从你们身上 看到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也分享给所有现在正处于 爱或者追求爱 被爱的青年男女当中啊 给她们分享一些东西 首先女孩的三观非常的正 她不是说一直在封闭自己 或者说一直抗拒你的爱 她非常明白 现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在此刻的状态之下 能不能接受一份爱 包括她对于爱的认识也非常的清楚 她知道什么叫心动 什么叫感动 什么叫感觉 什么叫爱情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 向姑娘学习的 不优柔寡断 这是爱情当中最好的方式 第二点是 你从她的身上找到了更好的自己 因为人家说一份好的爱情 就是能够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所以在这段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成长了也收获了 要谢谢她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纠结很多不必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还年轻 我们未来有很多的未知的路 可能现在对你来说是对的时间 但可能遇到了不合适的人 对她来说是错的时间 遇到了一个真正对自己的好的人 没关系 我们认认真真地对待这份爱和被爱的感觉 然后去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送你们一句话 不负邵华 勇敢地去爱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她像一束阳光是吧 阳光跟阳光还有所不同呢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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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对 这可以吧 来来来 爱情一定最终会降到你的身边 谢谢师傅 小伙子谢谢你 请回 多好这小伙子 来 请胡老师给这姑娘送一份礼物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十元送一套 纯净级保湿 十克透水呢要保湿一倍湿 谢谢